什么 浮体之气 隐藏在我的脑海 少年说的随意 可这祸刚听在耳朵里头 却像是天地崩塌了 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已经认为刚才呀 三大妖宠对自己的杰作 那是史上最强的了 没想到他们的主人更强了 只能听从他的话不能违背 这和傀儡还有什么区别呀 堂堂之尊强者 神封帝国三大家族之一的老祖籍的人物 竟然变成了傀儡了 必须听命 这祸刚呢 觉得自己呀 正是要疯了 我相信呢 你可以试试啊 不过呀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好的话 我还可以将你呀 用驯兽式的手段驯服了 让你成为我的妖宠 看到老者眼中的挣扎呀 聂云随口又说了 啊 训成妖宠 霍刚啊 夜口鲜血喷猪 差点直接气死 这训兽师的训兽之气呀 不但对着妖兽 有着压制作用 也能作用在人的身上 只要你的手段比对方高 讲人呢 训成妖宠一样的东西 也是非常简单的 其实啊 我最喜欢听别人的命令了 大人以后 您就尽情的命令我吧 霍刚啊 身为老牌之尊 脸皮呀 早就练得够厚了 夜清道少年这样说 吓得面如土色 连忙喊了出来 哎呦我的妈呀 开什么玩笑啊 这样啊 虽然受到威胁呀 还有自己的意志 属于自己呀 一旦要是变成妖宠了 就和机构 也就没什么区别了 打死也不干呢 最喜欢听命令了 尽情的命令他 见着霍刚堂堂 霍家老鼠 说出这种话来 所有的人 都觉得几倍一阵子恶寒 这个人 推不要脸了 实在是推不要脸了 这还是高傲至极的 至尊强者吗 不过呀 大家伙想了一下 也觉得他这是 没办法的办法了 这样听从命令 虽然呢 生死受制了 也总好过呀 变成妖宠啊 变成妖宠之后 不说怎么样 丢人哪 都会活活丢死 而且呀 想想刚才的三大妖宠 对他做的事情 众人 就直抽嘴呀 如果自己也经历 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 恐怕呀 比他答应的还快呢 哈哈 我最喜欢和聪明的人合作 淡淡一笑 聂云 手指一勾一点 这霍刚啊 就感觉着脑海 一到古怪的气流乱窜呢 稍有不轨的心思 似乎啊 就会爆炸 当即就打消了 乱七八糟的念头 这种浮体之气呀 是妖族通知人类的 超级密法 实际的复杂程度啊 比这妖灵附底 还要难上数倍 现在看起来 聂云呢 施展的非常轻松 实际上 为了修炼这种特殊的手法 还曾专门伸入妖族 长达十年之久 被这种手法控制的人 不能产生异心 一旦呢 图谋不诡异 就会啊 跟着聂云 和着霍刚说的一样 气流在脑海乱窜 让其爆炸而死 当然了 这种手段呢 破解的方法也非常简单 就是你的实力 远远超过 给你施展密法的人 这种实力啊 指的是战斗力 并不是级别 当什么时候霍刚的实力 比这聂云强了 或许啊 就能够啊 破除这个密法了 不过按照聂云的进展速度啊 这家伙恐怕是一辈子 那都没希望的 我现在啊 也没有什么任务 安排给你 三天之后 赵星浦大婚 你应该过去吧 到时候 听我命令就行了 聂云随口吩咐 啊 赵星浦大婚 我本来就打算去啊 大人到时候 有什么吩咐 直接告诉我 就是了 只不过 我现在受伤 太过严重了 霍刚啊 无奈的摇了摇头 现在他身上的骨头啊 全部都碎裂了 肌肉啊 也没有一处是完好的 这种伤势即便是至尊强者 恢复强悍 没有一两个月 也是无法彻底恢复的呀 治疗师的治疗能力 可是啊 和自身实力是有关的 自身实力越强 这治疗支气 也就啊 越精纯 治疗伤势啊 也就越快 所以说呀 三大家族 罗家有一个治疗师 哎呀 可这个治疗师 自身实力垂敌了呀 就算给自己治疗 就不可能了 呵呵呵 这个简单 念云淡淡 也笑 大手一抓 一股浑厚的治疗之气 就扑天盖地 笼罩下来 啊 治疗之气 大人 还是治疗师啊 感受到啊 这气息中伤势 快速的恢复 这霍刚 惊讶的眼睛都瞪圆了 一般的治疗师 迅寿师 这种特殊天赋 很少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这个人竟然身兼两价 实在太可怕了 当然了 他还没见过聂云的 最终之气纳务丹田 和丹火丹田 否则呀 怕会直接给吓死了 不得一会儿 这霍刚身上的伤势 可就完好如初了 精气神 也是重新恢复了 现在回去吧 这是我的传讯玉盘 有事 我给你传讯 随手扔过去一个传讯玉盘 聂云呢 接着说 柳吉飞和魏天的死 你处理一下 我看整个帝都 也没有必要拥有啊 三个佣兵团了 一个铁岩佣兵团就很好 你就出手 帮臣几下吧 霍家 掌管着帝国的军队 算是三大家族最有权势的存在 由他们帮助 这铁岩佣兵团统一佣兵界 肯定不再有任何困难了 是 霍刚点点头 纵身飞了出去 他气势汹汹过来 打算呢 抢夺冤精之气 可能做梦他都想不到 什么都没得到 反而啊 变成了别人的傀儡了 聂云大人 霍刚刚刚离开呀 佣兵团危机解除了 铁岩等人走了上来 看向少年充满了感激 如果呀 不是这个少年关键时刻出手 自己这个佣兵团 别说以后统一佣兵界了 能不能存活下来 这都难说了 没什么 我正好有事啊 要找你们帮忙呢 见他们想说一些感激的话 聂云连忙打断了 前世啊 自己害的铁岩佣兵团 所有的人都死光了 近世重生 帮他们统一 身风帝国的佣兵界 只是举手之劳 在自己心里啊 算不得什么大恩情 大人 有事尽管吩咐 铁岩呢 连忙的说道 嗨 你也别叫什么大人了 我听着别扭 就叫我聂云吧 聂云无奈的摇摇头 遵命 你的话 我会遵守的大人 哎 这聂云呢 也真是 无话可说了 强调了一会儿啊 见着对方啊 强弱 尊卑的观念 实在是太重了 无法改正 聂云呢 也就不打算 继续再纠正下去了 讲自己要做的事情 说了出来 我希望你们呢 能够动用佣兵团的情报网 好好查探一下 大人说赵家 可能和这件事情有关 说到赵家 我想起一件事情来 聂云呢 先是讲父亲等人的相貌 说了一遍 然后让他派人仔细查找 顺便说了一下 赵家可能与这件事情有关 听到赵家铁岩眉头 一下皱了起来 什么事啊 赵家这些天和罗家皇室走得非常近 而且有人亲眼看到一个不属于神风帝国的至尊强者 飞入了赵家的腹地 铁岩将知道的消息说了出来 嗯 不属于神风帝国的至尊强者和罗家皇室都走得很近 聂云心中咯噔一下 在聂云呢 精神进入纳乌丹田 首先进入眼帘的不是别的 是一堆灵石啊 这些灵石啊 灵气荡漾 充斥在整个纳乌丹田之内 不知是积攒了多少年 竟然呢 在里面形成了一大碳的液体 什么呀 原精灵液 竟然呢 全都是原精灵液呀 足有数十滴之多的原精灵液 之前一滴呀 就让自己从并甲地成功进击了 哎呀 这么多原精灵液呀 恐怕呀 让自己成功进击 至尊巅峰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荡漾出的灵气呀 就能形成这原精灵液 这灵石的数量 那可是可想而知啊 这涅云随便数了一下 堆在纳乌丹田内的灵石 竟然足有一千枚之多 一枚灵石 就价值连成了 数十万 数百万银两换不来 这一千多枚灵石 这价值 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呀 忒可怕了 嗯 这还有不少的兵器和秘籍 灵石一侧呀 就是一堆兵器和秘籍 兵器和灵石比起来 就有些呀 不显眼的 只有几件皇族上品 至于这秘籍 涅云呢 更是不用看了 有了灵溪炼体绝 和九转涅槃宫 任何秘籍 几乎都不看在眼里 除了这些东西呀 一柄长剑 落入 涅云的眼里 这柄剑呢 和当初在 落曲目 见到的那柄甲剑呢 无论是款式 还是模样 都是完全相同的 这些上面呢 带着一些 古朴 陈旧的气息 看起来 更加稳重 厚重 也沉稳 哎呀 这应该呀 就是那柄啊 真的天机剑了呀 不过涅云 眼睛啊 并未在这天机剑上 过多的停留 为什么呀 而是缓缓落在了 那五丹天 角落里 一个不起眼的 圆盘之上 这个圆盘 通体极黑 有点像令牌 显得古旧 不堪 可这其中蕴含着 一股股 令这涅云体内 无名法觉 颤抖不已的 特殊能量 哎呀 这就是这一股子能量啊 只要吸收 就能让无名法觉 再次运转 也就啊 能再次延伸丹田了 感受到圆盘上的 特殊能量 捏云 眼睛可就亮了 整个人兴奋的 拳头都捏紧了 他自己可是知道啊 自己之所以能在 重生三个月左右 就成为了至尊强者 这无名法觉 绝对起到了最大的功劳 如果没有无名法觉 自己恐怕 依旧还是三枚丹田 销炼速度慢得要死 依旧啊 只拥有丹火和纳无属性 受伤啊 只能服药 没有治疗之气的帮助 更别说 迅寿和这追踪了 哎呀 这无名法觉呀 能够延伸丹田 让自己呀 天赋越来越强 修炼越来越快 作用之大 可想而知啊 吸收元经之气呀 让这灵溪炼体诀 第三层大成 一共用了呀 两天两夜的时间 还有一天时间呢 正好修炼无名法觉 争取让这血脉 达到最巅峰的 皇族商品 这念云现在呀 他就有七个丹田了 王族上品血脉 而达到最高血脉的话 是九个丹田 皇族上品 自己呀 也就与其 就差两个丹田了 只要这一次无名法觉 能够延伸 可以想象 自己的天赋 将会一跃成为帝国 最强悍的存在 这个天赋越高啊 修炼才能越快 人家用一个丹田修炼 你呢 得用九个 单单修炼速度 就是别人的九倍呀 这种天赋 你再不变强 简直 没天理了呀 这强忍住 心中的兴奋 聂云将这圆盘 取了出来 掌心一握 果然感到 这一股熟悉的气息 再次是狂涌而来 让无名法觉 再次颤抖起来了 圆盘拿在手上 聂云看得更加仔细了 这个圆盘 比刚才看到的 似乎还要古老 还要陈旧 上面呢 甚至啊 都有了一丝丝裂纹 让自己兴奋的气息 正是啊 从这个裂纹之中涌出来的 哎呀 这个圆盘呢 单看这模样的话 像个呀 特殊的令牌 只不过上面 标注的这文字 一个都不认识 却是个个透露出 大到至极的味道 让人看一眼 就觉得不由的 偷昏眼花 这些文字啊 之前呢 聂云在这个冯霄 给自己的花盆上 就见到过了 虽然奇怪 却并不震惊 深吸一口气 体内的无名法觉 就开始缓缓旋转起来了 开始进去吧 皇族上级血脉 我呀 这回一定要达到 心中感慨一声 无名法觉 加速运转 疯狂的 像铁八卦中的 这一股子特殊气息 吞噬而去 这股特殊气息呀 到底是什么 聂云并不知道 只知道无名法觉 一旦接触 这种气息 就会疯狂的旋转起来 让这气海呀 产生激荡 轰隆轰隆隆 果然呢 整个气海 在这股子 特殊气息的冲击之下 再一次扩大了 哎呀 疯狂的增长啊 如果说 之前有三个丹田的气海 和一个呀 池塘大小 相差不多 开启七个丹田的时候 就差不多呀 有小湖泊 这么大的 可是现在呢 这湖泊大小的气海 再次疯狂的增加 再次啊 增加一倍不止 池塘一倍 和这湖泊的一倍 虽然呢 同为一倍 但是其中啊 真气的容量 却是有着天地之差呀 如果呀 讲的气海 比作真实的湖泊 真气呀 比作清水 之前大概呀 就是能装十卡车的水 可是现在 虽然视觉上 你增加了一倍 就算是一百卡车的水 它也能装得下呀 也就是说呀 这气海这番增长 对这真气的容量 足足 增长了十倍不止 十倍的真气容量 捏云 嘴角都抽住了 不知是该高兴 还是该痛苦啊 这池塘和湖泊相比 湖泊再大 装的一样都是水 呀 可不是水 银呢 只是这量多了而已 本质和这池塘 它也没有什么差别呀 也就是说呀 这气海是增大了 最多呢 是自己体内真气 容量也就增多了 对这级别的提升 却是没有任何帮助 反而啊 要将这么大的气海 给它充满了 还不知道啊 豪费多少年月呢 当然了 气海增大 也有好处 那就是体内的真气 更加浑厚了 尽管达到至尊级别 身体可以啊 共通天地 体内灵气 堪称无情无济 不吃饭 也不会饿死 但是真正战斗的时候啊 真气浑厚 还是啊 有很大的作用的 就像之前呢 和百花宗主交手的时候 一招最强大的大的知识 打出来了 自己呀 就是真气 豪金了 无法再战了 而换作现在的气海 这一种级别的攻击 完全可以啊 打出十几箭来 能连续打出 这么多箭来 就算不用背口诀 扰乱这心神 百花宗主 想要胜过自己 它也难呢 就好像啊 这防弹剥离很坚硬 手枪一把子弹 你打过去 它不会裂奔的 但是这机关枪一扫呢 而且每一发子弹 都打在同一个地方 刚想啊 这么多元经灵业 能够我帮我提升到 至尊巅峰 没问题呢 现在看来 能提升到 至尊初期巅峰 也就不错了 看到气海 现在这容量啊 念云摇了摇头 不过随即 就将这种心思 抛在了脑后 继续啊 运转 他的无名法觉 这个特殊气息啊 开辟完了气海 已经剩了不多了 看看呢 还能不能 开挤 两枚单天来 感受到 铁八卦中的 这个特殊气息 越来越少了 念云呢 心中焦急的 急忙运转 无名法觉 咔嚓咔嚓咔嚓 就在运转的过程之中 特殊气息豪尽了 圆盘碎裂 变成一堆铁粉 从指尖 洒落了 嗯 这 见这无名法觉呀 这一次运转到尽头了 念云感慨一声啊 原以为呀 延伸这血统因子 失败了 可像这 单天内 一看 可了不得了 眼睛碰圆了 直接没忍住 就喊了出来 啊 延伸了三枚血统因子 也就是说我 将会有十倍丹田 这 怎么可能啊 难道 父亲的事情 罗家和皇室 也都参与了 这罗家至尊呢 罗天祥 虽然实力也是至尊巅峰 这战斗力 和这祸缸啊 相差不大 并不值得重视 关键是这皇室 皇室的老祖风雨 一百年前 就已经达到至尊巅峰了 以仗一个帝国的资源供给 修为呀 早已经达到 极高极深的 这个地步了 即便是啊 比起这 弥天宗 弥虹宗主 也相差不大 百花宗主啊 那都是 远远不是对手啊 要不是因为呀 有这种 绝强的实力 深风帝国 皇室啊 早就被人给推翻了 自己打败了 百花宗主 也是侨取 想要战胜给 皇室的老祖风雨的话 根本呢 就不现实啊 除非呀 自己争气积累程度 达到至尊巅峰 别看至尊呢 只有这么一个级别 但是实力差别 却是大的厉害 如果呀 要是换算成力量的话 拥有十项之力 就是啊 至尊级别了 那么拥有九千项 也就是属于至尊的范围 由此足见 这差距之大 不管他实力是如何的 哎 要是我的父亲呢 被他给抓了 这件事 真要是与这皇室有关 我也不介意 大开杀戒 让整个皇室 血流成河 这孽云呢 心中虽然忌惮 却也并不害怕 皇室的风雨老祖 就算是他厉害 自己 也不差 散打至尊 妖虫在这配合着他 再加上啊 这领悟的山川之士 大地之士 即便是没有百花 宗主和霍刚给帮忙 打不胜风雨老祖 至少啊 他也不能把自己怎么着了 这至尊强者呀 都会飞呀 打不过他也能逃走啊 他只要不傻 应该不会把自己啊 逼得太近来 毕竟呢 自己一旦要是逃走了 找机会偷袭他 他呀 还有呢 儿子啊 孙子啊 恐怕呀 没有一个能活来 又和铁岩呢 聊了一会儿 铁岩呢 所知道的消息也不多 不过呀 从知道的消息来看 赵家 不但和这皇室罗家有关系了 还和一个莫名其妙的势力 挂住在一起了 至于让聂云忌惮惮不已的是 弥天宗 倒没参与进来 好了 你们呢 继续调查吧 有了确切的消息告诉我一声就行了 我打算呢 这几天呢 我呀 冲刺一下 看看能不能再次提升了 聂云安排了医生 虽然达到至尊级别 晋级就会减慢下来 但是现在实力越强 对救父亲等人也就越有力了 丝毫不能松歇呀 大人 这是我们拥兵团得到的冤精之期 我知道这东西呀 对至尊强者非常有用 否则的话 祸缸也不会来呢 现在呀 就全部送给你吧 说话的时候 铁研呢 已经派人讲一个玉胡乱提了过来 这玉胡乱里面呢 全都是金黄色的气体 聂云一看 就知道了 是之前使用过的冤精之期 单看容量和质量 竟然呢 比从柳成泽那里头 得到的 还要够上数倍 虽然明知道 冤精之期呀 是个好东西 铁研也知道啊 不是自己小小的拥兵团 能够享用的 这对方救了自己等人 当做酬谢 就拿了出来 我就不推辞了 多谢 想到之前自己的呀 这灵溪炼体诀 第三层 还没达到大成呢 聂云呢 也就不再推辞了 伸手接过了这个葫芦 这灵溪炼体诀呀 第三层 一旦要是达成了肉身力量 绝对可以超过五十项的 到时候就能啊 开启这个黑色圆珠了 将里面的东西给他取出来 能让这么多人都寻找到天机间 聂云呢 还真想看看 他到底有何方神奇的地方 哎呀 又安排了几句呀 天已经大亮了 聂云呢 也就不再离开了 在铁蓝的带领之下 找了一个安静的院落 住了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啊 那个要和聂云比试的这梦泉呢 自从啊 知道少年的真实年龄和实力之后 变得态度非常的好 再无知前的傲慢 因为他也知道啊 在至尊面前 你再傲慢 那就是找死了 比天父的话 自己呀 也是给人家提鞋那都不配 什么所谓的铁岩拥兵团呢 第一天才呀 可能啊 在人家面前 连屁都不是 还有什么资格 可以傲慢的呢 寂静的房间里头 聂云潘息坐在窗边 整个人泛起黄色的光运 而他前面呢 横放着一个 玉色的葫芦 里面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了 疯的一声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呢 聂云 猛的 睁开了双眼 浑身 激着我 噼里啪啦 作响啊 像是啊 密集的 鞭炮一般 呼 鞭炮声 连续持续了 大约 半个小时 这聂云呢 才尝出了一口气呀 双目射出 金色的光芒 照亮了整个房间 原以为呀 距离第三层大城很近的 只需临门一脚 就能成功了 哎呦 没想到啊 事实 没这么简单 将葫芦里所有的圆景之气 全部吸收干净 还带有啊 运气在内 才呀 彻底完成了 站起身来 感受到浑身肌肉的变化 你也用眼中的金光 缓缓隐藏下去了 整个人面露笑意 之前呢 在柳成泽的密室 就感觉呀 距离这灵犀练体诀 第三层的大城不远了 原以为呀 临门一脚就能破开 没想到啊 将这葫芦中的圆景之气 全部给吸收干净了 才呀 彻底成功了 灵犀练体诀呀 达到第三层 身体防御 已经堪比 皇族兵器 就算站在一侧 任凭一般的至尊强者来攻击 也绝不会 有什么伤害的 单纯的 防御强大 倒也罢了 肉身力量 也有了 质的飞跃 聂云感觉到自己的拳头 轻轻一转 就能啊 将这铁块 给他捏扁了 甚至连王族兵器都能啊 一下子就给抓坏了 嗯 肉身力量已经超过50项了 真气力量也有了进步 现在再试试 能不能开启这一枚黑色的圆珠 手腕一翻 将这枚黑色圆珠 再一次从这纳乌丹田内取了出来 双手紧握 肉身力量和真气力量同时施展 嗡的一声 咔嚓 咔嚓 这力量啊 施展到极致了 先是一阵 皎洁的白光闪过 随即就听到 一连串脆脚 黑色圆珠 像是捏碎的熟鸡蛋一样 出现了一道道细细的裂纹 好 快要成功了 给我开 看到裂纹呢 这聂云知道成功在即了 眼睛一亮 立即的 这力量猛的再次 给增加了咔嚓一声 终于的黑色圆珠 再也承受不住强大的力量 从这中间彻底裂开了 露出了里面的东西 这个东西只有啊 樱头大小 圆顺光滑和珍珠一样 啊 这个就是被剥离出来的 纳武丹田 果然神奇 看到珍珠般的东西啊 这聂云眼中 闪过一道兴奋 破开黑色圆珠 他就已经知道 外面的黑色 只是制作这东西 那位超级强者 留下的张言法 真正的纳武丹田 就是这个 樱头大小的东西 能啊 将这纳武丹田 从人体当中 剥离出来 炼制成 容纳武品的器物 这位超级强者 可真够可怕的 心中啊 正在这感慨呢 聂云呢 就将这精神力 向这手中的 纳武丹田里 延伸过去了 才看来一眼 突然眼睛就瞪圆了 脸上 写满了震惊 这这这这这 这怎么可能呢 哎呦 这下可真是发了财了 就算是他呀 心理素质 再是过瘾 也忍不住 惊讶的 喊出声来了 再也没有之前的 沉着 冷静 这天赋血统因子啊 他有着详细的分歧 普通修炼者 没有血统因子 能开启一个丹田 就算是 繁足上品血统了 两至三个 是贵族血统 依此类推 四至五个是侯族 六至七个是王族 八至九个 则是啊 最稀少的 皇族血统 九个呀 就是极致的 皇族上品血统 也就是这一种 一直以来 聂云呢 都以为皇族上品血统 是天底下最高的血统了 怎么回事啊 怎么自己这体内 又延伸出三枚血统因子来了 三枚血统因子 开启三大丹田 加上之前 自己七个丹田的话 也就是说 自己将会有十大丹田了 皇族上品血统 才九个丹田 自己十个了 这是啥血统呀 超越了皇族上品 这世界怎么会有 这种奇怪的血统呀 聂云觉得头脑 一阵一阵的发云 搞不懂了 存在就有他的道理 先开启这三枚血统因子 再说吧 强压住心中的震惊 聂云知道 无名法觉再次陷入了沉浸 也呀 就不再管他了 按照开启丹田的方法 激活了血统因子 再说吧 轰隆轰隆轰隆 对聂云来说 开启丹田 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果然呢 用了不长时间 耳边就传来 连续 三声轰鸣 三大丹田 形成了 十大丹田呢 滴溜溜 旋转 在增加了十倍的气海之中 不停的吸收着空中的灵气 缓缓 净化成真气 这三枚丹田呢 果然和之前的都是一样的 也没有什么属性 可以呀 任由自己 自由开启 仔细研究了一下 刚开启的 这三个丹田 聂云脸色呀 是胀的透红啊 虽然不知道十枚丹田 是什么血脉 可是聂云心里明白 自己现在的天赋 绝对已经超过了 皇族上品了 十大丹田呢 同时要是开启了 相当于十个人同时修炼了 这种速度 实在是忒可怕了 而且呀 这些丹田的属性 可以任由自己开启 以后自己看到什么天赋好 就可以修炼 想想都觉得爽快呀 呼 好 开启丹田 又耗费了半天的时间 趁现在呀 快些 讲这么大的气海 给他补满了吧 不然呢 战斗力非但不增强 反而啊 还减弱了 年元再次讲 心中的激动压了下去 看一向 增大的气海 一阵无奈呀 气海增大了这么多 就算是十个丹田 一块运转 吸收灵气 想要彻底填满 也太费事的 现在呀 距离三天 约定 也只有半天时间了 再不快点啊 实力恐怕 没增强 反倒是减弱了 这一盆水啊 放在桶里 非常的好咬 可是放在这洗澡池子里 他呢 那就不那么好咬了 恐怕呀 刚将洗澡池子 给他弄湿了 想要咬出来 就更加困难了吧 现在呀 就是这种情况了 气海增大了 蒸气浓度 也就降低了 不赶快的 天冲的话 自己呀 想要调用这些蒸气速度 将会呀 减慢了 到时候实力肯定 也就降低了 哎呀 那就用这些 原精灵液吧 这个吸收起来 比灵石还要快一点 心中一动 一滴 原精灵液 就从这纳鲁丹田内 取了出来 张开嘴 哎 就将这灵液 给吞下去了 一瞬之间 聂云呢 就感到啊 这一股熟悉的热流 再次出现了 只不过呀 这一次热流啊 没像之前那样 身体呀 有些承受不住 而是通体 非常的舒服 刹那之间 就流入了气海 让已经稀薄的 蒸气浓度 增加了不少 嗯 这一滴 原精灵液 它没反应啊 感受到一滴呀 这灵液 进入气海 只是让这 蒸气的浓度 增加了一点点 并未达到 预期的目标 聂云无奈的 再次取出来一滴 吞了下去 嗯 还是不行啊 还是差呀 我晕了 我哪个去的呀 这都第七滴了 时间不长 聂云呢 就吞下了整整整 七滴 原精灵液 七滴的灵液 下渡以后 原本空旷的气海 这才呀 真气翻滚 再次恢复了以前的清静了 看来呀 我还是小看气海的容量了 原以为 这十几滴灵液 能让我 晋级到我 至尊初期的巅峰 现在看来 也是难呢 看到身体的变化 聂云苦笑了一下 之前自己打算呢 用这十几滴 原精灵液 晋级到至尊巅峰的 之后啊 气海开辟 认为能啊 晋级到至尊 初期巅峰就不做了 现实啊 一时又 哎 悲催的发现了 十几滴灵液 就想达到至尊 初期巅峰 简直是做梦的 没有上百滴 绝非可能了 现实和想象差别 也真是推大了 原本觉得上千块零食 是一大米财富 现在看来 将这些零食全部给吸收了 也未必能达到至尊巅峰 这普通至尊强者呀 十块零食 差不多 就能啊 让其从至尊初期达到巅峰 可是聂云 觉得自己就是上千块 都未必啊 能够达得到 自己的气海 被这无名法爵 开辟的实在是推大了 已经大的超出了可以想象的范畴了 就算自己现在十个丹田 又能怎么样呢 十个丹田相当于十个抽水机 别人一个抽水机 抽满池塘要十天 而自己呀 就算是十个抽水机 想想这一个湖泊给他抽满了 没有几年 他也完不成啊 明明是增加了三个丹田 却让我修炼速度 变得比以前还慢了 明白了这些 聂云 怎么可能高兴起来呢 要不是七海增大了 这真气量增多了 恐怕他现在早就崩溃了 这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啊 有力他就有弊啊 七海增大 真气量增多 让我积累呀 更加的浑厚了 以后聂盘的时候 成功率也就越高了 而且呀 七海大了 真气更多 战斗的时候 力量是无穷无戒 这同级别的对手啊 甚至超越我的对手 都会被我的真气量 活活给折磨死 想到七海增大的好处 聂云一扫心中的阴霾 就从房间里站了起来 三天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聂云呢 还没有啊 太大的直举呢 就已经过去了 今天正是赵家子弟赵新浦 迎娶 骆青城的日子 撕压 推开房门 走了出去 外面阳光明媚 似的眼睛都发光 三天没吃没喝啊 聂云呢 并不觉得饥饿 反而是精神充沛 浑身都是战斗力了 三天修炼的期间 铁烟呢 曾经来过一次 详细说了一下 拥兵团得到的情报 虽然呢 没有太大实质性的进展 信息上却是表明对方抓走聂云父母之后 并没有进行下一步动作 没进行下一步动作就表明父母等人应该还没有什么危险 心中有了底了 这才安心修炼 否则父母一日不安全 自己又如何放得下呀 赵星普 赵家 今天呢 就是我聂云震惊帝都 让神风帝国都为之颤抖的时刻 我要让抓住父亲的人 知道天机箭在我手上 有本事 你就过来拿吧 看了看天空 已经升起来的太阳 聂云 拳头可就捏紧了 坚定的话语从他的口中 黄缓 响起来了 神风城 繁华热闹 车随马龙 人流入锁 街道两侧 各种店铺林立 叫卖声 上头之声不绝约 凡夫走族 今天所有人都在讨论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一件大喜事 这就是啊 三大家族赵家继承人赵星普的大婚 如果呀 只是普通的家族 子弟要是成婚的话 也就没这么热闹 也就没这么热闹了 关键是这个赵星普啊 太有名了 怎么有名了呢 三十二岁 达到七宗 皇族胜品血脉 曾在一次啊 裁军大赛之中 脱颖而出 这名气啊 直追帝国第一天才莫言清的 仅仅赵星普 名气大 也就罢了 哎呦 嫁给他的人 丝毫也不弱呀 堂堂百花宗宗主的弟子 十七岁 就达到了兵家境的初期 实力强也就不说了 关键是这容貌 清国清成 但凡见过他的人 没有不仰慕的 天才配天才呀 帅哥配美女 真是郎才女貌 一时之间啊 这个婚事就成了所有人眼中的 金玉良缘 家务天真 听说了吗 我可听说了 这次大婚呢 赵家老祖不但亲临 还请了帝都的三大至尊 和百花宗主 以及弥天宗主 哎呀 在这帝都最中心的广场上 举办庆典 特别的热闹 啊 三大至尊 百花宗主 弥天宗主 这些可都是至尊强者呀 地位可比皇帝还要尊崇啊 平时根本咱们可见不着啊 是啊 这次据说呀 人人都可以去庆贺去 但凡过去的 不管是什么身份 都会得到一笔奖励 人人都可以去庆贺呀 啊 还有奖励 帝都这么多人 那得花多少钱呢 花钱 你难道忘了 赵家是什么呀 啊 人家赵家是神风帝国的财神爷 钱都多的 海了去了 光是为了筹办婚礼 你看见了吗 弄的那个高台 就是全部用白铁给交住的 没有百万两 白银 那是根本下不来的 街道上啊 人人都在宣扬这次赵新普大婚 每个人都露出了羡慕之色 神风城最中心的广场上 也就是神风广场 是帝国皇室举行阅兵盛典的地方 可是现在人山人海被堵的是水泄不动 无数达官贵人都汇聚一次 来参加呀 赵新普的婚礼来了 搜 突然呢 一个人影从这空中飞了过来 直直的落在了广场正中间的高台上 看见了吗 这是能够飞行的 这就是至尊强者呀 对 看见了 是赵家老祖赵新 看到人影落下来了 围观的众人呢 发出兴奋的呼喊之声啊 至尊强者一般呢 很少出来 普通人基本那是见不着我 亲眼看到七海最巅峰的人物 那是觉得一场荣幸啊 赵家老祖二十年前就达到至尊级别 实力非同寻常 啊 非同寻常 应该在至尊里不算是特别厉害吧 听说当初可是被这莫言清 一见就给击败了 被莫言清大人击败 那也不代表他不厉害呀 而是啊 代表莫言清大人 忒厉害了 帝国第一天才 自然 那不是盖子 台下众人 真经的同时 也纷纷议论呢 那一次莫言清 和这赵新老祖的大战 莫言清帝国第一天才呀 无数人崇拜的偶像 二十二岁其中 三十一岁 至尊了 成为至尊之后 一刀就击败了赵家老祖赵勋 传为家伙 赵家老祖赵勋呢 被打败了 名气没有降低 反而啊 因为莫言清 天才的声名 也跟着呀 越来越生了 莫言清是爵士天才 他能打败赵勋 你能吗 听说这莫言清大人 至尊有成之后 放弃一只修炼的刀法 改成修炼剑法了 更是啊 自创出的剑法 威力无穷 一剑下来 这半片城墙 都能给击他了 嗯 莫言清大人呢 现在呀 也不知道去哪里苦修了 已经啊 很久没在帝都出现了 你说这次赵星普的大婚 他能不能来呀 会不会出现呢 这个我可不知道 我猜应该会来吧 毕竟赵星普和他年龄 也相差不大呀 听说二人关系 还都不错 提起这莫言清啊 所有人呢 都露出了崇拜的眼光 绝世天才呀 在任何地方 都会受到别人的尊敬啊 搜的 就在众人讨论的时候 空中光芒再次一闪 又一个人影 从远处飞了过来 哎呀 是霍家老祖 霍刚 你们看 快看 那个身着 华贵 应该是皇室老祖风雨吧 哎呀 那个人简直是忒美了 简直是仙子下凡呐 难道是百花宗主 伴随一个又一个人影飞过来了 至尊强者像是烟花炸开一般 一个接着一个 从四面八方落在高台之上 普通人哪里见过这么多至尊呢 全都兴奋的快要疯掉了 一时间是欢声如潮啊 赵勋 我终于知道你非要在这里办婚礼的原因了 这个真够热闹的 一个身穿金黄色长袍的老者 看着赵勋 笑了一声 赵勋呢 虽然身为这次婚礼的主人 却坐在此人的下手旁 也就是说 这个金黄色的长袍老者 正坐在主位上 广场上修建的高台 本身呢 他就有数十米 几个至尊强者坐在位置 那就更高了 更加显出来此人的地位 皇室老祖 神封帝国 曾经的皇帝 封渝 哈哈哈哈 封老哥 见笑了 听到赞扬 捋了捋胡子 赵勋 眼中啊 满是得意 本来呀 赵勋普啊 举办婚礼 完全可以在赵府 这赵勋呢 非要将其安排在 帝都最核心 最重要的神风光场 一来他热闹啊 二来是想象着 所有人声明 赵家现在的地位和权势 自从啊 自己啊 当初被这墨延青一刀给击败之后 这赵家名气 下坠了许多 赵勋呢 正是打算用这次婚礼的方式抬高自己的声威 重振 赵家名气 果然呢 事情和想象的一般呢 当中人看到赵家竟然能请来如此多的至尊强者 而且联姻的又是百花纵 全都兴奋的眼睛通红了 看 那个是皇帝陛下吧 皇帝陛下竟然也来了 皇室老祖都来了 皇帝怎么能不来啊 他敢不来吗 他能坐稳这皇帝 也都是人家老祖一句话而已啊 众之尊呢 落座了 眼尖的人在座位下手边 看到了帝国皇帝的身影 此时的帝国皇帝啊 没了以往 环坐中间的高傲 反而是陪衬一般 坐在众人的下手 皇帝啊 也不过是权力大而已 在这至尊强者这种绝对实力面前 什么都算不上 再看看这几位吧 赵家老祖赵勋 霍家老祖霍刚 罗家老祖罗天祥 皇室老祖 丰玉 还有百花宗主 五大至尊强者 汇聚在一起的 今天呢 真是大开眼界了 哎呀 不是说这弥天宗主 今天也来吗 怎么没来呢 谁知道啊 可能不来了吧 同为至尊强者 听说 弥天宗主 堪称神风帝国第一人 实力 无人能及 不知是真是假 这可是真的 我呀 早就听说了 就在呀 众人议论的时候 突然天边 再次一道光芒闪耀 一个人影 从远处 飞了过来 哈哈哈哈哈哈 诸位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位新的朋友 图新至尊 看到人影飞过来了 赵勋 猛的站来起来 眼中闪烁金光 哈哈一笑 图新至尊 听到这个名字 众人呢 全都一愣 神风帝国呀 一共就这几个至尊 四大家族 加上皇室 两大宗门 外加一个天才莫言清 什么时候又冒出来一个图新至尊呢 哎呦 这人好强啊 心中虽然疑惑 众人呢 还是看向飞来的这个人 此人看起来四十岁左右 双眉浓黑 宛如頤子 整个人其实内敛 若有若无的宛如 一潭泉水 让人看不清深浅 众人呢 可都是至尊强者呀 这样都看不出深浅来 足见这人的实力 绝不在众人之下 什么时候这赵勋 认识着这种厉害的角色呢 哈哈哈哈 图新至尊呢 是那里的人 开始啊 只是和我 有一些生意上的往来 后来 我二人十分投缘 成了生死之教 所以啊 这一次专门请了他过来 看到众人吃惊的表情 赵勋呵呵一笑 说是解释 实际上是在点明自己和这个人的关系 果然 他这话一说 众人看向他的眼神 顿时全都变了 帝都四大家族 两大宗门 加起来一共六大至尊 六个人中 弥天宗主 绝对是毫无争议的第一 百华宗主啊 和这皇室老祖风云 相差不大 谁强谁弱 不太好分辨 剩下霍刚 还有罗天祥 同为至尊巅峰 实力相差 也是不大 六人之中实力最弱的 就是这个赵勋 正因为如此 墨延青啊 一进级至尊 挑战的就是他 而不是别人 这本身实力弱呀 再加上啊 败给了墨延青 赵勋 乃至赵家的地位 在神封帝国 大大折扣了 为了提升地位呀 这才故意举办了这个 盛世浩大的婚礼 用这种方式啊 介绍这个徒心至尊 给大家认识 那里的人 生死之交 听到这两个词 在场的至尊 全都安静下来了 那里 是只有达到至尊级别 才能明白的地方 那里的人 各个实力强劲 能认识那里的人呢 而且结交生死之交 就等于有了一个 强大的后援呢 赵勋 这句话已出 所有人都忍不住 将其高看了几分 生死之交 和这泛泛之交 他可不同啊 能够托付终身呢 托付生死 关系也是最好的 如果说以前 赵勋 在众人心中 都有些呀 不以为然的话 现在拉拢了这个 徒心至尊 在众人心中的地位 就不下于皇室 老祖风域了 徒心 快来坐 赵勋呢 知道自己震慑的目的 已经达到了 呵呵一笑 将身边的这个座位 推了过来 让这刚刚落下的 徒心坐了下来 这个徒心呢 他也不推辞 坐下来 眼皮微低 对于众人的友好态度 看都不看 一副高傲的模样 这 看到这人呢 如此无礼呀 众人心中都暗自恼火 不过呀 他是那里的人 有些架子也是非常正常的 虽然心中不爽 却也没有人 敢上前质问些什么 徒心 这个是皇室至尊 赵勋显然呢 也没想到 自己的朋友会有这种态度 尴尬的笑了一声 站起来 想要介绍众人给他认识 不过他的话 还没等着说完呢 就让这徒心给打断了 我不想认识苏人 徒心双手抱拳冷冷说道 啊 这 赵勋脸色也僵住了 听到这个徒心说出这个话来 众人更是恼怒了 只不过呀 他的实力的确是很强 又是那里来的 虽然愤怒还是啊 强忍了下来 看 莫言清 莫言清 就在高台上 几个大老祖啊 气氛有些尴尬的时候 台下突然响起一连串 潮水般的呼喊 顺着喊声一看 只见空中又一个人 飞了过来 正是帝国第一天才 莫言清 不愧是所有人的偶像啊 还没等着落地呢 场面就达到了高潮 哼 也不过如此 徒心看到飞来的青年哼了一声 随即再次闭上了眼睛 不再说话了 莫言清 也不理会台下兴奋的呼喊 轻轻的落在台上 随意和几位老祖打了声招呼 也就坐了下来 今天呐 这弥天宗主 有事不能来了 既然人已经到齐了 婚礼 就开始吧 击鼓 见邀请的至尊强者呀 都已经来齐了 赵勋 哈哈一笑 站起身来 这伴随着激烈的这古名啊 两个身穿盛装的人影 就从台下 缓缓的走了上来 正是这次大婚的新郎和新娘 赵勤普和洛青城 哎呦 此时的这洛青城啊 一身洁白的浑纱 这清国清城这种猫 光彩多目 远远看去呀 宛如林波仙子时 高洁不可方物啊 哎呀 那个就是新娘 你看见了吗 真是好漂亮啊 果然呐 和传说中一样的 清国清城之貌 哎呦 我要是能娶上这样的老婆 就算是死了 也结对呀 高兴得很呐 就你 这种女人呐 也只有人家赵勋普 这样的少爷 才能配得上 根本就不是你能战舍的 看清了新娘的容貌 这台下众人呢 全都疯了 推美了 简直如同下凡的仙子 不为人间所有啊 哈哈哈哈 今天大家能来参加我孙儿的婚礼 我赵勋非常高兴 婚礼结束之后 每人都可以在我赵家领取十两白银 作为礼物 见着台下呀 潮水一般的人群 赵勋 悬浮空中 大声的喊道 啊 十两白银 真是好大的手笔啊 咱们这里至少啊 有十万人吧 每人十两 那就是一百万两 哎呦 真是不愧是帝国的财神啊 真有钱 听到赵勋说出的礼物 台下众人全都陷入了疯狂 十两白银 虽然不多 但是对普通人来说 却是非常大的一笔财富 一个小家庭 一年恐怕他都花不完 参加个婚礼就能得到这么大的好处 这赵家不愧是财神爷呀 就是有钱 任性啊 哈哈哈哈 见着众人呢 叫好声不觉 普通人中的威师 也算是达到了赵勋 双手压下来 听住了众人的呼喊 好了 现在我孙子赵星浦的结婚典礼 正式开始 赵星浦先生 你愿意身边的这位洛青城小姐为你的妻子 照顾她 爱护她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疾病 还是健康 相爱相敬 不离不弃 永远在一起嘛 高台上的主持人 这声音轰然响起来了 这个主持人呢 是一个气宗巅峰强者 底气十足 虽然呢 神风广场宽阔无比 能容纳数十万人 所有人呢 还是啊 讲的话都听清楚了 神风帝国的婚礼仪式啊 和传统的拜天地 他有所不同 有宣誓的这个程序 在宣誓之前 他得需要问话 我愿意 赵星浦看了一眼眼前的育人 兴奋的高声口道 骆青城小姐 你愿意身边的这位赵星浦先生 为你的丈夫照顾他 爱护他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疾病 还是健康 相爱相敬 不离不弃 永远在一起吗 主持人 继续问道 不用问了 他不愿意 哎哟 突然一个单单的声音 在空中响起来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空中出现了一个 看起来只有十六七岁的少年 少年身后 三头凌空悬浮的妖兽 面目 猙獰 又是至尊飞行 至尊级别的妖兽 我的妈呀 还有三头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所有人都吓呆了 哎呀 他说这骆青城 不愿意 难道他和这个女孩 有什么关系吗 你看 他们俩的年龄 看起来也相差不大 这个时候过来 不会是打算抢婚吧 在帝国这么多至尊面前抢婚 这么多的至尊又能怎么样 你们看到人家也是至尊 而且呀 还有三头至尊级别的妖兽呢 台下经过一阵子沉闷 随即轰动起来了 听到空中是少年的话 所有人呢 都知道肯定来者不善 全都兴奋的眼睛透红啊 这些人能够过来 说明他们呢 喜欢看热闹 喜欢看热闹的人 都有一个毛病 什么毛病呢 那就是不怕事情闹大了 反而啊 哎 这事情越闹大了 他们呢 就觉得越好看 所以啊 对于少年过来抢婚这一说 他们呢 也不在意 反而啊 觉得十分的刺激 四个家族啊 在神封帝国呢 是根深蒂固了 没人敢得罪 现在突然冒出一个人来 在他们面前是公然挑衅 想想啊 都令人觉得兴奋呢 你是什么人 敢在我孙儿的婚礼上捣乱 赵勋没想到会突然冒出一个至尊强者来 而且开口说出这样的话来 眉头可就皱起来了 凌空飞了起来 清城跟我走 嗯 这骆青城可好了 还点了点头 聂云这次来 就是打算把事情闹大了 越大越好 不理会赵勋的问话 手掌一掌 这一股啊 由真起形成的旋风 就把这骆青城彻底包裹起来了 哎 蒋鸡带着飞了过来 放下我的妻子 赵勋普啊 脸色胀得透红 大声一叫 一拳就打出来了 哼 聂云一巴掌 向下按了下去 轰隆一声 一个巨大的掌印 瞬间就将这赵勋普攻击给震碎了 顺便呢 蒋鸡狠狠的压在地上 这赵勋普啊 不停的挣扎呀 确实啊 丝毫动不了 这就是差距啊 这差距也推大了 管你什么天才 哎 只要你没达到至尊 就和至尊 差上了十万八千里 不可同日而喻呀 哎呀 好强啊 随手这一招 就将这气宗强者赵勋普的全力一击 给破碎了 哎呀 还将他给打得都趴下来 哎呀 这就是至尊强者的力量啊 看到空中少年的举动 看热闹的众人 全都张大了嘴巴 说不出话来 虽然知道至尊强者呀 是气海修炼者的最巅峰 可真正见过至尊出手的人 却是狠少 此时见着赵勋普的少年手里 宛如蝼蚁一般 全都傻了眼 把这骆青城放在风浪王的背上 聂云看向赵家的老祖赵勋 此时的这赵勋呢 看到似乎正在判定少年确切的实力和来头 眉头皱起来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 落水城聂家聂云 聂云淡淡一笑 啊聂云 落水城那个天才 十七岁的少年 你不是七宗实力吗 怎么是至尊 似乎啊 这个赵勋听过聂云的名字 瞳孔一缩惊讶的吼了出来 什么 十七岁的少年 十七岁的至尊 哎呀 比这莫言清大人 还有天才的超级强者呀 赵勋 师生说出来了 声音洪亮台下 所有人可都听到了 此时全部七刷刷 看向这个少年 十七岁的至尊呢 已经打破了他们对修炼的理解 看来赵勋大人对我很了解呀 既然如此大人可否告知我 我父母以及落青城的父亲 落战豪城主 被你们抓到了哪里去了 聂云笑了 虽然呢 自己啊 还不确认父亲 被抓 和这个赵勋 有没有关系 不过既然要闹大了 就要师出有名 对方不承认也无所谓呀 完全可以打 打的他 承认为止 谁让他孙子 要挟落青城来着 还说能找到 落战豪城主 你父亲等人在呢 我怎么会知道 聂云 我不管你怎么达到 至尊级别的 现在看来 你呀 不过是至尊出奇 你马上放下 我孙媳妇 赶快离开 还能啊 不计较今天的事情 不然的话 我可不介意 今天 陨落一个至尊 赵勋 赵勋脸色一沉 冷喝一声 陨落至尊强者 你倒是很有自私之名啊 知道自己不怎么样 和我交手肯定会死 既然知道 就乖乖把消息说出来 别逼着我 动手 聂云呢 又是一笑 什么 哎呀 竟然敢和这赵勋老祖 这样说话 他不会觉得 有了三头妖兽 就能 把这赵勋老祖 给打败吧 赵勋 不管怎么说呀 那都是老牌的至尊的 进击二十多年了 少年这么一说 丝毫面子都不给他 所有人呢 都觉得这孩子是疯了 你找死 赵勋显然 也没想到 少年会这样说 气得是三尸神跳 五指张开 准备出手了 聂云兄 多日不见 别来无恙 咱们都是至尊强者 平时切磋可以 没必要 因为一些小事 就动手吧 就在赵勋即将出手的时候 空中突兀 出现了一个人影 挡在了他二人中间 看 是墨元清 墨元清帝国第一天才 现在名头 被这个聂云给掀掉了 今天 真是来对了呀 竟然能同时看到 两大天才 你们说 是这墨元清 大人厉害 还是这个聂云大人厉害呀 那还用说呀 当然是墨元清 大人 这聂云大人 虽然也很天才 可是毕竟 年龄有点 忒小了 看清楚 突兀出现的人影的模样 台下人来出来 个个是兴奋的眼睛通红啊 墨元清什么人物啊 帝国第一天才 三十一岁的至尊强者 无数人崇拜的偶像 现在突然冒出一个 比他更加天才的人物 两大天才 现在呀 就悬浮空中 引起了众人的火热 是你 看清楚墨元清的样子 你也原意冷 这个墨元清啊 正是当初在鸡北城过来的时候 杀自己的那个蚂蚁人 难怪自己一直还疑惑呢 神封城帝国一共就那几个至尊 什么时候突然冒出来了一个 而且实力如此的强横呢 前世自己呀 并没有见过这个墨元清 而且呀 这人传说之中用的是刀啊 怎么改成常见了 自己呀 自然是想不出来 哈哈哈哈 是我 聂元清 可否卖我一个面子 这聂元认出自己来了 墨元清 可就笑了起来 他别人不知道这聂元的实力呀 这墨元清 可是知道的非常清楚 知道赵勋呢 和他要是对战的话 只有死路一条 自己呀 曾见赵家的人情 自然出来 当这何时老来了 买你面子 你难道想和我再战一次 前几次过来杀自己 被自己打败之后 转身就逃了 现在竟然还敢过来 当这何时老 聂云冷笑一声 在别人眼里呀 他是绝世天才 超级天才 在自己眼里 什么他都算不上 我 算了吧 我不是聂兄的对手啊 聂兄那一剑 我根本抵挡不住啊 不比也罢 嘴唇张了张 墨元清也知道自己的实力 最终还是叹息一声 什么 墨元清 大人自己都承认了 不是这个少年聂云大人的对手啊 这这这这这 台下 一片哗然 这个墨元清啊 在帝都人的心中 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刚成为至尊 一刀就把这赵勋老祖给击败了 大街小巷 凡夫走卒早就啊 讲其传唱成神仙一般的人物了 就连帝国的这皇帝的影响力 也没有他大 但凡少年 但凡修炼者 都以他呀 为榜样 努力修炼呢 可是现在 众人脑海之中 无敌的人物 突然说自己不是少年的对手 台下众人呢 全都觉得不可思议啊 心中聂云的地位 再一次增长了 聂元清大人竟然直接敢承认不是聂云大人的对手 聂云大人该有多强啊 不强的话 怎么敢公然过来抢亲呢 看来从今天开始聂云大人的名字要轰动整个帝国了 是啊 十七岁的至尊呢 可是比墨元清大人还要天才的人物 经过短时间的震撼 台下轰鸣声响了起来 人人崇拜强者呀 像聂云这样天才又实力强的 会受到所有人的拥戴和崇拜 之前呢 几乎所有人都齐声呼喊着墨元清的名字 可是现在已经有一大半 人已经开始喊着聂云了 甚至声音是越来越大 而且还越来越洪亮了 不想再比 就给我下去 丝毫不给墨元清面子 聂云冷冷看向 赵勋 我再问你一遍 我父亲等人被压到什么地方去了 哼 我的确知道你父亲等人被抓到哪里去了 我绝不会告诉你 哼 有本事 你就动手 这里是神风帝国四大至尊 连同百花宗 弥天宗 一龙俱龙一损俱损 你敢动手啊 我保证 今天你别说三头至尊妖宠了 就算再有三头 也一样 难你 善罢甘休 赵勋呢 哈哈一笑 四大家族啊 同气连知啊 他自信 其他人不会看着他挨揍的 而不出手 有本事 就动手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聂云呢 才不管他所谓什么威胁 手中的玄女之剑一转 随手一招 直接劈了下来 对付赵勋呢 这种实力的家伙 也用不上什么山川之士 大地之士了 哄的一声 赵勋的笑声还没结束呢 就觉得肩膀上一阵剧痛 整个人炮弹一般飞了出去 重重的摔在这高台之上 炸出了一个人形的窟窿 住手 敢对帝国王室成员动手 谁给你的胆子 看到赵勋呢 被一箭就给击飞了 坐在高台最中间的皇室老祖 风云可有些坐不住了 猛的他就站了起来 浑身的衣媚飘飘 让整个人显得是高傲华贵 除了皇室剩下的三大家族啊 早就被封王了 赵勋呢 也就是神风帝国的王室成员 搜 站起身来呀 这风云就想起飞呀 不过呀 才飞了几米的距离 一个白色的人影就停在了自己面前 风云 我看你还是看热闹吧 如果动手的话 我可不介意杀了你 白色人影的声音 宛如万千不变的玄冰 寒冷刺骨令人啪而立 百花宗主 百花修 没想到任何事情呢 都保持中立的百花修仙子 竟然在这个时候突然出手了 而且呀 用最强硬的语言威胁着皇室老祖 不介意杀了我 你我实力相仿 曾战斗数场都不分胜负 你难道认为能将我击杀吗 听到百花修冷漠的话 皇室老祖怒火上扬 脸色胀得通红 要是以前 我没把握 我现在已经创出了花与生长第二诗 威力 比这第一诗要大上十倍 哼 你呀 可以试试 百花修淡淡说道 好像在说一件非常简单至极的事情 第二诗 威力大了十倍 皇室老祖 这嘴唇一抽 拳头可就捏紧了 他知道啊 百花宗主没有必要和自己说话 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威力 大了十倍 自己绝对 那可不是对手 一旦要是交手了 被秒杀的可能性 那都有啊 想明白这些了 新争光 首先就胆怯了 好 我就买百花宗主一个面子 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 我就不参与了 风雨一甩手 再次坐了下来 这边啊 百花宗主压制住了皇室老祖 那边的好家伙 罗家老祖 罗天祥已经和祸家老祖 祸刚战斗起来了 罗天祥呢 和这赵新关系不错 见他吃了亏就冲了过来 不过呀 他还没来到少年跟前呢 就被祸刚一掌给抽了下来 祸刚你疯了 咱们四大家族一直都是共同对付外人的 罗天祥他可没想到我 这祸刚会对着自己动手 气得都快疯了 叶云大人 那是我的朋友 你敢对他不敬 就是对我动手 还是先把我打败的再说吧 祸刚其实恢弘 看向罗天祥 寸步不让 看到少年一招我 激起身风帝国的几大之尊 出现矛盾了 看热闹的所有人呢 是你看我 我看你呀 也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百花宗主竟然帮助聂云大人 他和赵家不是亲家吗 祸家和罗家呀 一个是军机大臣 一个是财政大臣 两家关系不是很好的吗 怎么看起来 这也打的是难解难分 不死不休啊 看来百花宗主和这祸刚老祖 早就站在聂云大人那边了 这样算起来 他们这边就有了六大至尊了 今天赵家老祖算是倒了血霉了 所有人呢都不傻呀 如果只是普通的关系 这祸刚和百花宗主 绝不可能出手 现在他们阻挡住了 皇室的风的老者 和罗家的罗天祥 大势的天平 已经开始倾斜了 你给我出来吧 不去管风雨啊 等人 念愿大手一抓强大的力量 就讲被砸入地面的赵勋 可就给抓了出来 抬手又是一剑 尽管呢 他没有施展什么山川之士 玄域之剑本身呢 也就有13424机 配合这聂云的100多项的力量 现在呀 他已经是肉身50多项 真气力量也是50项的 这全力打出来 也不是赵勋 能够抵挡的 赵勋甚至啊 还没反应过来呢 就是胸骨碎裂 被这一剑砸成了残废了 在少年的手中啊 这个赵家老祖 成名多年的至尊强者 就和一只狗 一只兔子 没有任何区别 毫无反抗之力 你不说是吗 我的耐心可是有限 不说的话 我会将你们赵家彻底 从神封帝国出名 再次将这个赵勋 捏在手心里头 聂云淡淡说道 你敢对我们赵家动手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赵勋呢 他也是至尊强者呀 虽然被两剑砸的是横踩 却也是啊 没死 挣扎的又吼了出来 是吗 那你就看着吧 不理会他的威胁 玄疑之间 瞬间一斗轰隆 山川之势 毫无阻拦的爆发出来了 一道辉煌的剑气 对着下面的高台 可就劈了过去 剑气哼扎之下 无论什么 气宗巅峰 气宗强者 但凡赵家在高台上的人 全部被一箭给撕裂了 变成了一滩又一滩的肉泥 想要取洛庆城的赵新浦 以及什么赵家现任组长的赵振宇 全部死亡了 父母亲人是聂云的逆林 这个赵新既然知道他们的消息 还不说出来 就已经犯了死罪了 全家老小 全都得死 不说别人 就拿这个赵新浦来说 皇族上进血统 一旦得到机遇 实力肯定会突飞猛进 斩草就要出根了 聂云可绝不会给自己留下什么隐患 啊 姓仆 珍鱼 看到儿子孙子 以及赵家在高台上的所有人 被这个少年一箭 全部给劈死了 但赵新呢 浑身哆嗦呀 一口鲜语喷了出来 见过狠的呀 可从来没见过这么狠的 一个十七岁的少年 怎么会有这么狠的心呢 我再问你一遍 说还是不说 不理会他呢 在那打哆嗦呢 这聂云继续问道 我不 赵新呢 才说了个不子 就看到少年呢 这辉煌的电梯 再次对赵家前来 参加婚礼的人冲了过去 哄的一声 又有数百人 直接生死 啊 快逃吧 赵家完了 看到少年毫不客气 直接就动手了 赵家所有的人呢 都知道 之前辉煌的赵家 马上就要完蛋了 纷纷逃离西位 你 你是个恶魔 你是魔鬼 见眼前呢 这个年龄不大的小子 随意出手 根本不把人命当回事 就算是赵勋 心智坚定 也觉得受不了了 浑身是冷汗 沉沉眼中露出浓浓的恐惧 小子 能在这种年龄 就有如此的实力 而且下手狠了 毫不留心 哎呀 连我都有些佩服你了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做我的属下呀 突然高台上赵勋的生死之教 那个叫做突新的至尊呢 开口说话了 边说呀 边向空中飞来 一步步宛如判断着虚无缥缈的阶梯 啊 做你的属相 念云也不知道我 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家伙 疑惑的看了过去 像是啊 在看着一个白痴啊 呵呵呵 不错 赵勋呢 就是我的属相 他现在没用了 你可以顶替呀 只要你答应我 我可以啊 将你父母毫发无损的 给你放出来 屠心至尊 笑着说道 像是啊 再说一件天大的好处 难道我父母他们被你抓去了 念云眼睛 陡然寒了下来 呵呵呵 不错 不过呀 不是我抓的 是我上面那一位给抓走了 只要你乖乖听话 顺利将东西拿出来 凭借我的面子 让你父母 毫发无损 没有任何男士 屠心至尊 似乎觉得少年 根本不会拒绝 一脸傲然的说道 你上面那位 你到底是什么人 念云眼睛可就眯起来了 我是什么人 你乖乖的听我话 我自然呢 会告诉你 屠心至尊 看向念云 像是啊 看到了一个 有天赋的好属相 这脸上啊 杨一出 一丝兴奋 听你话 那好吧 捏云手掌 一顶咔嚓一声 赵勋呢 就被捏断了脖子 尸体从这空中 掉了下来 既然这个图新承认 抓了父母等人 这个赵勋 也就没了 利用价值了 杀了 也就杀了 呵呵呵 算你 识时务 听少年直接答应了 图新哈哈笑了出来 不过笑声还没结束呢 就突然看到 一只漆黑的中间 狠狠的对着自己的面门 可就砸了下来 你找死 看到这儿 图新呢 自然也知道了 少年说听话是假 动手可是真的 气得冷哼一声 双拳一分 迎了上来 轰隆一声 两拳一箭 交集上了 强大的能量波动 瞬间爆炸开来 在空中形成了一团 蘑菇样子的云朵 咔嚓咔嚓 力量余波的冲击之下 二人交战下方的高台 出现了裂纹 坚固的石头啊 也变成了粉末 但是这鱼波 就能让坚固 白石修筑的高台 坍塌了 这二人的力量之强啊 已经远远超出 所有人可以想象的范畴了 哎呀 这是什么力量啊 这才叫实力啊 之前看到一个器宗 就嚣张的不行 和他们比起来 简直 炸子都不是 看热闹的众人 此时全都惊呆了 按理来说 两大至尊强者教授 破坏力 推大 站在这下方 也是非常的危险 可是众人呢 却没一个人舍得离开 至尊强者的战斗啊 而且是至尊巅峰强者的战斗 一辈子都不一定啊 能看到一次 亲眼看到了 就算是死 他也直了 爹 这个徒心至尊 看起来好厉害 聂云 不会有事吧 聂云呢 是个能制造出奇迹的人 咱们呢 就看着吧 人群远处 铁蓝和铁岩呢 等人 看着空中交战的双方 眼中 充满了 担心之色 哼 力气并不怎么样嘛 二人的交集 一碰即开 徒心至尊呢 看向聂云 冷笑一声 哎呀 这聂云此时啊 也没了之前的轻视之心了 眼神 凝重 刚刚交手的时间 虽然不长 聂云呢 却是清晰的发现 对方单纯的 肉身力量 竟然比自己还要强大 自己的灵犀练体决 第三层大成 肉身比自己呀 还强大 这怎么可能呢 刚才交手了 尽管自己呀 没有施展大地之势 山川之势 但是这玄宇之间的重量 配合自己权力一击 即便呢 现在的百花宗主 都未必能撑得住 对方不但挡住了 拳头上 带着的力量 竟然呢 还让自己虎口开业 手掌发麻 最可怕了 力量比自己还要强大呀 在自己印象里面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难道 他也修炼了灵犀练体决 而且级别 还要比自己高吗 虽然你的力量 比起我来 差得远 不过值得我使用兵器 图形至尊 手腕一翻 一个巨大的铁锤 就出现在掌心 啊 纳武丹田 看到他凭空 变出来的铁锤子 念云就知道 这个人和自己一样 也拥有啊 纳武丹田 纳武丹田呢 虽说是特殊的天赋 可有的人 也是啊 在少数啊 只是身风帝国 这样的小地方 比较稀少罢了 这个铁锤 重三千七百多斤 兵器中 算是最重的了 你能死在这上面 也算你 死得七处 手掌一抖 三千七百多斤的铁锤 可就轻轻晃动起来 在图形 这个至尊的手里宛如玩具一样的轻盈 哎呀 将这三千七百多斤的铁锤 拿得如此举重若轻 难道 念云心头突然冒出一种特殊的天赋 什么天赋啊 大力师 大力师啊 拥有大力丹田 能够滋养大力之气 瘟养身体 让这肉身力量大增啊 自己灵犀 炼体绝 主要修炼的是防御 真正的对力量的掌控 根本不是这种啊 天赋 强者的对手 不过呀 要是自己也有了大力丹田 实力 又该增加多大呢 想到这儿 念云眼中 瞬间 露出了火热 这色 灵犀炼体绝呀 是修炼防御的绝招 念云虽然炼得 让这肌肉力量大增了 但这些力量 这是肌肉增加的时候 附带出来的 要是能开启大力丹田 再配合大力之士的话 这自己的实力 完全可以再次提升十倍 想到这儿 念云呢 怎么能不兴奋呢 三千七百斤的铁锤 我的天啊 这还是人吗 拿这么重的铁锤 怎么战斗啊 他该是多大的力量啊 不会是 幺兽变的吧 听到图新至尊的话 台下众人 全都嘴巴张开了 震惊啊 爬满了脸颊 在他们眼里 兵器啊 要以灵巧为主 一件兵器几十斤 就算重了 三千七百多斤 哪都拿不起来 还怎么战斗啊 三千七百多斤 就敢在我面前 嚣张啊 可笑 简直 也太轻了 你也云淡淡一笑 啊 三千七百多斤 这还轻啊 这两个人 都是个怪物 听到聂云的话 众人面皮再次一瞅 就连百花宗主 都眼神古怪了 敢这样说 不是吹牛 就是真有实力 三千七百斤的兵器作战 还真够狠的 哼 我这柄剑 痛底又玄于炼制 不理会众人的表情 聂云呢 将这手中的长剑 是抖了一下 呼啦啦 剑气 刺在空中啊 好像把这空气 都要刺破了 发出一言串 尖锐的气鸣声 玄于 世界上最重 最坚固的金属 怎么会有这么多 那你这柄剑 有多重啊 听少年说了 自己的长剑的材质 这徒心至尊 下了一大跳 别人不知道玄于啊 这徒心 他可是知道啊 世界上最重 最坚硬的金属 一柄宝剑 得到一克加上去 就能让其威力大增 净化成宝剑 痛底都是玄于 该有多重啊 恐怕要比自己的铁锤 都要重吧 我这柄剑 重达一万三千四百二十四斤 聂云淡淡说道 什么 一万三千四百二十四斤 这徒心眼珠子都登圆了 竟然是自己铁锤的三倍还多 自己呀 因为有着大力丹田 使用三千多斤的兵器 丝毫不绝 这个少年身上丝毫没有大力之气 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我不信 这个少年还真是会装模作样 要是你的肩有一万多斤 我立刻就自杀 徒心至尊呢 以为聂云故意这样说 是来打击自己的信心的 冷笑一声大锤扬起猛的就砸了下来 山川之士 知道对方是大力士的 又使用了合手的兵器 聂云呢也不敢拖大了 山川之士使出来 迎了上去 哄的一声 两大高手的兵器 交集在一起 空中发出雷鸣般的声音 徒心至尊 只觉得一座高山对着自己是狠狠压了下来 手掌一麻 铁锤呀 差点就从这手中脱落了 他虽然是大力士人 但聂云的山川之士 带有山川的重量 再配合本身超过一百项的力量 根本不是他能抵挡的 我的铁锤 强忍住手中 震动带来的疼痛了 徒心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铁锤 一看之下 差点一口鲜血喷出来 自己无间不摧的铁锤呀 此时竟然被对方的黑剑 砍出了一个祸口 崭新的这祸口在阳光的照射之下 反射光芒令人眼韵 急忙扭头看向对方的长剑 有 发现对方这剑丝毫无损 一点样他都没变 自己这个铁锤呀 那是用了极好的矿石铸铸铸的呀 就算是皇族上品兵计批下来 都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 可是现在竟然被人一剑 批出祸口来了 足见对方黑剑的硬度 如此硬度 难道真的是悬疑 徒心的心中啊 突然生起了一种不安 就好像自己马上就会输掉一样 你给我下来吧 大地之势 看他震惊的模样聂云毫不留情 悬疑之剑抖动 再次狠狠的提了下来 这一次聂云他可没有留丝毫的后手啊 大地之势施展出来 整个长剑上带着大地的威严和力量 铺天盖地的压了下来 大力之气催动 力大无情 看到大地之势啊 强大无敌啊 这图形可有些害怕了 大力之气 猛然的催动起来 整个人的力量再次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力之人和其他的特殊天赋也是一样的 只要催动丹田的时候 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 这就好像啊 这聂云的追踪师天赋 训兽师天赋 不催动丹田产生追踪之气 训兽之气 就算是有天赋 威力也不会太大 大力师拥有过大力之气啊 平常就能够淬炼肌肉 让其力量大增 不过呀 这种增长和使用大力之气还是差得太远的 情况危机图形呢 也没有保留 大力之气疯狂爆发 整个人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力大无穷的状态 浑身肌肉都捧起来了 铁锤化作一道流光就迎了上来 轰 铁锤剑又交集了 两人同时后退出去 再次势均力敌 看起来势均力敌 实际上聂云书了 对方呢 并未施展绝招 单靠着蛮劲 就将这大力之士 给破掉了 足见力量之大 已经呢 超出了想象的范畴 只不过 徒心至尊 尽管力大无穷 可这兵器实在是推差了 铁锤上面呢 再次出现了一道祸口 比上一次的 还要大呢 似乎只要再加一点力气 这整个铁锤就会被劈成两半的 这徒心至尊呢 呼呼的喘着粗气 没想到你将然能悟出如此强大的攻击招数 比得上我的大力之气 很好 呼呼的呀 喘着这粗气 这徒心至尊呢 看向聂云 满眼都是震惊 大力之气 能让你的力量 陡然增加这么多 也出了我的意料 不过我倒要看看 你的大力之气 到底还能施展几次 淡淡一笑 聂云再次向前飞行 这一次打出的还是大力之士 自己气还增大了呀 这真气储备量 比以前呢 多了十倍不止 以前打出一招大力之士 就会力量豪尽了 可是现在呢 足可以打出至少十点来 这聂云呢 可不相信对方的气海 也能增加 能陡然爆发一次大力 那就不错了 看看第二次如何抵挡 哄的一声 这剑和锤呀 又一次交集了 二人一救 同时后退 只不过这一次 徒心脸色苍白 浑身颤抖 似乎啊 随时都会从这空中掉下来 大力之气 虽然是由普通真气 经过大力丹田转化而成 但是徒心气海内 真气储备量 它是有限的 如何能和聂云这种变态来比呀 哈哈哈哈 再来一次 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 聂云再次上前 又一招大力之士 抽了过来 砰的一声啊 这下徒心再没有力量抵挡了 只听咔嚓一声 铁锤就被劈成了两半 整个人和赵勋一样 炮弹一样的被狠狠的砸入地面了 浑身的骨头 不知道碎裂多少块了 还有这一招大力之后 有点麻烦 在这种被狠狠的地方 这边有点麻烦 有点麻烦 这边有点麻烦 有点麻烦